接下来第六章 喉童与喉龙管理 这一章我先做强调 整个第六章 属于我们项目管理做文科 考分最多的三章之一 而且在最近几年考试出题里面 第六章是所有章节考分最多的 大概考到26分到27分左右 这是第一点我需要说明的 第二点我需要说明的 第六章丢分丢得非常的严重 因为第六章的考法 首先计算题基本没有 其次填供题基本没有 只考论述 这个论述题怎么考 我前面给各位讲过了 他给定个主题 这个主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给四句话或者给五句话 而且选错是一分没有 所以对你来讲 复习的知识点就要比较多 就要比较大 如果某个知识点 你准复习一句话 那么这个题是没法做的 因为他考试选上知识四个 所以对你来讲 任何一个知识点 你复习的起点 至少要是四句话起 甚至可能要是五句话 不然的话你搞不定 这是第二个难点 第三个难点 他的知识点非常的杂 他不实在非常虚 喉通管理 喉通管理 跟喉通有关想到的所有考点 我们第六章都会考 你都要会做 什么都有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讲第六章时间要最长 我们把它讲完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才能够把第六章给各位讲完 给各位讲透 不然的话 你去考试第六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他只有第一节简单 招投标 好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点 招标信息的发布 内容在255到256页 看屏幕 招标信息发布 第一 在哪里发布 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或 省级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这两个平台 我们都可以发布招标公告 这两个平台 都要发布吗 不需要 它只需要在其中一个发布就可以 所以它的语气是叫货 所以各位把这里画出来写一句话 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介 我不要求两家 你只要在一家指定媒介发布就可以了 在其他媒介同步发布 内容要跟指定媒介一样 比如说我在当地的日报上发布 可以 但是指定媒介必须发布 而且你日报上发布的内容 必须跟指定媒介要完全一样 不能不同 第二个 发布的招标公告和公式信息文本 由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要盖章 同时要签字 盖章签字两个多要有吗 两个多要有 中间的语气是叫B 也就是我们给各位讲 它既要盖章同时还要签索 好 第三个 招标文件和资格预设文件 从开始卖到最后停止卖 至少要五天时间 不能短了 至少见过五天 开始卖到最后停止卖 最后一点 我先给各位念一遍 投标人必须自费购买招标或资格预设文件 受诸后不予退还 但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对于所付的售记文件 招标人可以向投标人着设押金 对于开标后投标人退还售记文件的 招标人可以向投标人退还押金 好 这段话的意思我用口语描述就是 招标文件 资格预设文件我是卖 卖给你一律不退 但是收费要合理不能太黑 一本招标文件卖三百块钱差不多了 你卖三十万 那就不行 那是以盈利为目的 售记文件我是借给你用 但是我怕你不还收一笔押金 还押金就退 不还押金就不退 但是有一点招标文件 一律不退 就准备信息 好我们看题目 关于工程施工项目 招标信息发布的说法正确的有 A 你发布的招标文件 应当由招标人盖章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签字 两个都要有 不是或是且是B 两个都要有 B 招标文件售出后不予退还 一律不退 正确 C 至少在两家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至少在两家说法不对 我们给各位讲至少应该在一家 不需要两家 D 招标人可以对招标文件所付的数据文件 向拖标人收押金 正确 我怕你不还 我当然要收一笔押金 D 开始输售到停止输售最短最早至少五天 正确 好 答案就出来了 招标信息的修正 这个点简单 我们简单过一遍 修正招标信息 第一点 时间 要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至少保证15天 比如说现在离投标截止时间不够 只有10天时间 发现招标公招标信息里面有错误 要修正怎么办 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保证至少15天时间 第二个形式要是书面形式 第三个全面 要直接通知到所有招标文件的数据人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全面 大家都要通知到 好 而且注意点 澄清部分或者修改的内容 是招标文件的有效组织部分 它的解释权比招标文件要高 如果修改过之后 以招标文件为准 那我想请问要何必修改了 所以既然要修改的话 所以修改部分的内容 它的解释权要比招标文件高啊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招标信息的修准 好 标情欢迎 内容在258页 看屏幕 首先我把它做一个介绍 什么叫标情会议啊 投标之前召开的一个会 由招标人组织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召开的一个会议 你有什么问题你提 我招标人给你进行答疑 进行解释 这就叫标情会议 它又叫投标预备会 或者叫招标文件交定会 它是招标人按投标须知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的一个会议 第一句话是基本概念 这个基本概念你可以看可以不看 因为它考的概率不大 考的概率大的时候三句 第二句 标签会议会有会议纪要 某些单位会提出疑问 会提出问题 我要对它进行答复 会议纪要跟答复 要通知到每一个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而且是以书面形式发 以书面形式发 发给每一个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这里边有个错别字 不是获得投标文件 是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而且在你的教材上改过来 教材上也是个错别字 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是什么意思啊 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也就是说我要发给谁了 买了我招标文件的人 我必须都要发到位 一定要记住 要买了我招标文件的人 我才把会议纪要 我才把对问题的答复 发给每一个人 结果考试告诉你 发给每一个投标意向中 说法不对 发给每一个投标意向中 那我告诉你 中国13亿人 我多对你这个项目有意向 你多发吗 所以你就知道你那种说法是错的 发给每一个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买了招标文件 我才发给你 但是有一点 对问题的答复 需要不需要注明问题的来源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谁提的 不需要说 但是必须要发给每一个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第三个点 补充文件 补充文件跟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 要以补充文件为准 也就是有修改的 有答复的 以修改 以答复的为准 而不是以招标文件为准 最后一点 招标人口根据实际情况 在标签会议上确定延长投标决策时间 如果投标决策时间不够了 要做相应的顺言 好 讲完了 这里边最难的就是第二句话 最重要的也是第二句话 把第二句话解决掉就行了 我们看题目 这个题目他说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标签会议的说法正确的有 A 标签会议是招标人按投标须资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照看的会议 对不对 正确 这是他的基本概念 B 标签会议纪要与招标文件不一致 应当以招标文件为准 不对 应该以会议纪要为准 C 标签会议结束后 招标人应当将会议纪要用书面形式 发给每一个投标意向说 不是发给每一个投标意向说 这是我刚刚给各位举的例子 我中国有13亿人 我都对这个项目有意向 那你多发给我吗 不是 只发给谁啊 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发给谁 谁买了招标文件 我就发给谁 D 招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标签会议上确定延长投标结束时间 正确 投标结束时间可以做相应的顺言 E 招标人的答复含线 对于问题的答复 需要注明问题的来源 问题来源 我们给不讲不需要注明 谁提到 不需要注明 那么答案就出来 应该选A和D 接下来我们讲正式投标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个点在教材261到262 这里喜欢搞一个论主题 看屏幕 我们正式投标说要注意的问题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 要注意投标截止时间 要注意投标截止时间 因为 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都是有效标 超过投标截止时间后再提交 那就是无效标 招标人可以拒收 而且它正常的做法一般都是拒收 因为要保证公平 所以对你来讲 不管你的标书做的好还是不好 不管你的报价高还是低 首先要注意的是截止时间 绝对不能过 一旦过 所有工作全是白费 第二个要注意投标文件的完备性 什么叫完备性 很多学生认为所谓的完备性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 投标文件资料要起 资料要起 勉勉强强 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完备性 但是不是最后性的解释 完备性是指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做出响应 那才叫完备性 也就是我们给大家讲 要实质上响应 招标文件 这才叫完备性 比如说举个例子 招标文件里面要求 本项目的工期是360日立天 A施工单位在投标时 把技术标里面的施工总进度计划 控制在355天 这就叫完备性 因为它实质上响应的招标文件 但是第二点 招标范围外提出新要求的 视为对招标文件的否定 一律不接受 什么意思啊 我响应归响应 结果我又提了新要求 我施工单位同时提出 如果我的工期提前一天 业主帮给我3万块钱奖励 这就是响应之外 提新要求 视为对招标文件的否定 一律不接受 你这个要求一律不接受 一律不接受 结果考试它告诉你 做废标处理 不对的 不是做废标 你这个要求啊 我们不接受 继续评 不是做废标 第三个要注意标书的标准 标书的标准要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要牵仓 第二个是要密封 如果不密封 或者密封不满足要求的 按无效标处理 记住啊 没有密封或者密封不满足 一律做无效标处理 第二个签仓是 公司要改工章 企业法人要签字 或者它的印章也可以 两个多要有中间语气色叫急 少一个多不对 由当地项目经理部投标到公司要给授权书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公司在北京 现在我们要在海南三亚投个标 如果从北京飞过去投标 完全划不来 因为中标的概率本来就不大 但是我们在当地有一个项目经理部 委托给项目部去投标 公司要单独给他发授权书 这样他才能够带着公司的行为投标 最后一点 要注意投标的担保 投标文件要提交投标担保 如果开标时发现只有投标文件 没有任何投标担保 一律做废标处理 有我看不到你的任何诚意 所以要提交投标担保 好 正是投标需要注意的问题 四个方面 我们就给各位讲完了 我们看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这个题 关于投标文件说法正确的是 A 通常投标文件中需要提交投标担保 正确 当然要提交 所以答案就选它 B选项说出来 B选项说出来 对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之外 可另外提出新要求的一律不对 因为提出的新要求 视为对招标文件的否定一律不结束 好 C错算了 投标书 投标单位要盖公章 法人要签字 两个是多要有 不是货 是急 是且 那么D错算了 由当地的项目经理部投标 公司要给授权书 他说不需要授权书 说法不对 这是明显的错误 必须要有授权书 好 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选A选项 接下来 我们给各奖侯同的谈判与签约 去年考试一分题 前年考试一分题 这个地方每年出一个题 我们来看 侯同定义的程序 无非就是这么几个环节 首先 发布招标公告 出售招标文件 就是邀约邀请 不针对任何时空单位的 你感兴趣 你就来买就行了 提交投标文件是邀约 业主方发纵标通知书给你 那是对你的承诺 好 纵标通知书发给你之后 你纵标 你来干 我们接下来签合同 合同签订之前 中间我们要进行合同的谈判 要进行合同谈判 谈好相关条款开始签合同 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我们去年考试 考前边这三个行为 考这三个行为 发布招标公告 出售招标文件是邀约邀请 提交投标文件是邀约 发纵标通知书是乘诺 我们看一下去年题 各位你来看这个题 说法正确的是 A 发布招标公告 它是邀约邀请不是乘诺 B 发出招标文件 它是邀约邀请正确 C 提交投标文件 那是邀约 不是承诺 B 发出中标通知书 但是对你的承诺 不是邀约邀请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难度不到 我们18年考试题 关于喉咙谈判 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时间 当然是明确中标人 发出中标通知书之后 再开始喉咙谈判 也就是说 喉咙谈判 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明确你中标 咱们再开始谈 如果你连标都没中 咱们谈什么谈呢 浪费双方时间 所以这个点也很简单 喉咙谈判是 明确你中标 我们开始谈 你没中标 咱们当然就不用谈了 好 我们继续谈什么 教材上给各位说了 N读 我这里只给各位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关于喉咒架架条款 它的相关谈判 喉咒架架条款的谈判 首先要明确一点 计价方式绝对不能谈 没有谈判余地 因为计价方式是实质性内容 实质性内容 在建筑事务里边给各位讲 绝对不允许谈 比如说 招聘文件里边规定 说用固定总价喉咒 A公司中标了给业主方案 固定总价喉咒风险太大 我不同意 必须改变等总价 不然我不干 这就属于计价方式的谈判 没有正口商量余地 就用固定总价 你作为中标人 只能提降低风险的改进方案 你想要改变计价方式 绝对不可能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关于价格调整条款 它的相应谈判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价格调整条款 是不是所有工程 都要受价格调整条款吗 不需要 只针对工期比较长的项目 我们才需要受价格调整条款 工期比较长的 要受价格调整条款 因为比如说我这个项目 要干上七八年 在这七八年之内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货币会贬值 而且会通货膨胀 这个时候 材责的价格 人工的价格七八年之后 什么情况根本不清楚 这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双方要谈一个价格调整条款 来解决这些位置的风险 这句话各位讲这个价格调整条款 是所有的喉通都要受吗 不是只针对工期比较长的项目 才要受 不是所有工程 他只针对工期比较长的项目 才要受价格调整条款 而不是所有工程 这一点请各位记住 好 第三个关于工期和维修期的谈判 也就是工期保修期的谈判 这里边最核心的一句话 作为施工方 应该力争以维修保函 来代替业主方扣留的质量保证金 什么意思 质量保证金 我们后边在单保里面会给各位讲 它一般是要扣掉三个点 结算价格的三个点 业主方压下来 做质量保证金 那我问你 一个项目 你施工单位的利润是多少 我估计你的利润 称实就是五个到六个点 结果三个点被业主方扣走 作为质量保证金 怕你不来保修 一半的利润被业主方扣走了 你还能拿多少钱 你拿不了几块钱 这样的话 对你施工单位来讲 资金量非常的紧张 全部都要在业主方里 所以在工机跟维修机的谈判里面 你一定要让业主方同意 用维修保函来代替 质量保证金 这样的话 三个点你就可以提前来回来 对你的资金链来讲 就会缓解很多 好 就是这个点 我们讲完了 我们看题目 这个题刚刚给各位讲过了 去年考试题 它就是考三个行为 第一个叫邀约邀请 第二个叫邀约 第三个叫承诺 好继续 我们接下来给各位讲 建售工程合同 建售工程施工合同 先做一个总体揭槽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建售工程的施工合同 我们需要给各位讲到这么几类 第一个叫施工承包合同 也就是我们给各位讲 它叫总包合同 第二个叫专业分包合同 第三个叫劳务分包合同 第四个叫物资财购合同 第五个叫工程总承包合同 第六个叫监理合同 第七个叫咨询合同 我们大差不多要讲什么七种合同 但是不是每个都讲 因为有些它不考 比如说监理合同基本不考 咨询合同基本不考 物资财购合同也基本不考 工程总承包合同也基本不考 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 这些合同里面有三种合同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叫施工承包合同 也就是我们给各位讲总包合同 它的考分至少在五分左右 第二个叫专业分包合同 一般考两个题 第三个叫劳务分包合同 也是一般考两个题 这三种合同最重要 我们要讲到非常细 但是里面有很多地方很难 好我们来看 先讲第一种合同 施工承包合同 合同双方 一方是总包 一方是业主方 我们把总包叫承包人 把业主方叫发包人 双方责任合一物 讲一个发包人的责任合一物 业主方的责任合一物 这个点在各位教材267到268页 我这里给各位讲八条发包人的责任合一物 看屏幕 业主方的第一个责任合一物 提供图纸 收集交底 图纸会省 业主方不走 而且关于图纸的提供 它是免费提供给你 免费提供多少套呢 按合同专用条款的约定 合同条款约定 我业主方向你施工方 提供三套图纸 OK我就给三套 这三套是免费给 你施工单位说不够 我要五套 另外两套 自己掏钱买 这就是第一句话 免费提供 提供数量是合同约定的 不是说你实际需要 超过这个约定数量 你要自己掏钱买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业主方责任合一物 保护化石 保护文物 业主方的责任合一物 对化石 对文物的保护 由业主方负责 由此导致费用的增加 导致工期的延误 也是业主方负责 好这里边有个蓝点 听我描述 这个项目在积坑土方开挖过程中 挖着挖着 结果挖到接近坑底时 下面有个古墓 这个古墓经过鉴定 是当年唐太宗的小三 买在中 当年在唐朝不叫小三 人家叫爱飞 跟我们现在的小三是一个意思 那么各位 项目不能干嘛 需要保护小三 需要保护小三 业主方没人 那就只能叫你施工单位来保护了 由此导致你的费用增加 导致你的工期延误 业主方成当 因为这是业主方的责任和用 我问你利润给不给啊 利润给不给 看一下教材 给不给利润 各位把教材翻开 翻到267页 267页最下边双货号2 对断发的最后一句 由此增加了费用和延误的工期 由发报人业主方成当 第一个给费用损失 第二个给工期损失 那我再问各位利润给不给 不给吧 所以各位介绍 不给利润 为什么不给利润呢 因为 这个事件 是我业主方的风险责任 不是我的行为责任 它不是我业主方故意造成的 这是我业主方的风险 因为这个小三 是人家唐太宗的小三 并不是我业主方自己的小三 再说了 我连摸都没摸一下 我也不敢摸啊 一堆白骨 对吧 你说我业主方已经很冤了 我给你赔了损失 利润当然不给了 所以各位第二句学商 利润不给的理由是 它是我业主方的风险责任 不是我的行为责任 它不是我的小三 是人家唐太宗的小三 你理解到这里就行了 所以利润就不给 好 第三个 出入施工现场 所需的批准手续和全部权利 由业主方负责 出入现场 所有手续 所有权利 业主方负责 第四个 场外交通业主方负责 如果场外交通 无法满足施工需要 业主方要负责完善 并且承担相应的费用 不是场内交通 是场外交通 业主方负责 好 第五个 难点 各种许可 各种批准 也就是我们给各位讲 各种证的办理 有些业主方是负责办理 有些业主方是协助办理 各位看哪些负责 哪些协助 业主方负责办的证 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私工许可证 零水 零电 中断道路 零次再用土地等许可和批准 这些业主方负责办 业主方协助办的是 施工过程中有关的各种施工的证件和批减 业主方怕是协助 不是负责 各位你看清楚了 业主方负责办的证 最多给你办到施工许可证 让你这个条件具备施工条件 他的任务就完了 施工过程中要办的各种证 施工的证件和批减 施工过程中办的 比如说 你们夜间要挖土 要办夜间施工许可证 你们降水 要办排水许可证 这些证是施工过程中的证件 我业主方是协助 你施工单位自己去办 好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 我业主方哪些证是负责办 哪些证是协助办 我协助办的是 施工过程中的证件和批减 我负责办的是 施工许可证之前 具备开工条件的各种证 好 听我一句话 该由业主方负责办 在规定时间之内 他没有把证办出来 导致你施工单位 供给而延误 费用又增加 业主方负责 这个没问题 利润给不给 给不给利润 好 翻小材 翻到268页 蓝点 268页双括和6 那段话的最会行 增加了费用年务的工期 都要给 并且给相应的利润 而且要给利润 为什么给利润呢 因为这是你业主方的行为责任 这是你业主方造成的 那你必须给利润 前边那个小三为什么不给利润呢 因为这是业主方的风险责任 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是他应该承担的风险 所以他当然不给利润了 好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提供施工现场 业主方负责 业主方最迟在开工前7天 要提供施工现场 第八个 资金来源证明 支付担保 业主方负责 但是这里有一点 支付担保不是业主方 无条件提供 业主方 要求施工方提交 履约担保的时候 他自己就应该提交支付担保 所以 如果你作为业主方 不要求施工方提交 履约担保 你就没有必要提交支付担保 因为支付担保 跟履约担保是一顿 最后一个 组织竣工验收 业主方负责组织 好 我要给个讲 业主方的责任和义务 八条 我就给个讲了 重在理解 难就难在一个点 这个利润给不给的问题 一句话总结就是 业主方的行为责任 利润必须给 业主方的风险责任 只给损失 不给利润 我们看题目 各位看这个题 根据建设工程师工 口中事发文本 通用条款 除专用条款 应有约定外 发包人的责任和义务 有了些 业主方有了些责任和义务 A 对施工现场发掘的文物和古迹 妥善采取保护措施 业主方责任和义务 好 很多学员马上会说 老师不对 不是施工方去采取 桌上保护措施吗 你做了 你说的确实是施工单位 去采取措施 确实是施工单位 去保护这个小三 但是 你施工单位 由于保护小三 导致的所有费用开支 跟公器营物 是不是我业主方 都把钱给你了 所以这个责任 应该是我业主方的责任 不能算你施工单位的责任 你施工单位干这件事 是拿钱的 而我业主方是掏钱的 所以责任应该在我业主方 没问题的 应该是 B 复得完上 无法满足施工需要的场外交通收拾 场外交通 业主方走任何义务 正确 C 按照承包人实际需要的数量 免费提供图纸 免费提供图纸是免费 按实际需要提供 不对 按投入约定数量提供 D 无条件向承包人提交 银行保含形式的支付担保 支付担保 无条件提供 不对 要求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时 你才提供支付担保 所以不是无条件 一 最值于开工日期七天前 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 向施工方移交施工现场 最值在开工前七天正确 那么答案出来了 A B E 三个选项 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质量控制的主要条款 这个点在272页 我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 工程隐蔽部位要求重新检查的规定 什么意思 这个隐蔽部位 经过监理工程室已经检查 合格 施工方可以覆盖 比如说 强体钢筋绑杂好 封模板之前 通知了监理隐蔽工程验所 监理验所已经通过 以施工单位把模板封了 把模板封了 正准备交注滚凝土 这个时候 监理又要求重新检查 比如说 总监又要求重新检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在会议室开会 你项目经理给大家 递留一圈阮中华 递到我总监这里没有了 我总监 故意怀恨栽生 我必须要求重新检查 因为我阮中华没出道 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 你施工单位 是否必须执行总监的指令 必须的 你就安排工人把模板拆开 他检查完毕之后 再把模板封上 安排工人要有费用 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打黄金土 拖到今天晚上8点 有供给盐物 费用增加供给盐物 谁买单 不一定 不一定是业主房 也不一定是你施工方 看最终检查结果 如果最终检查结果 总监一检查发现质量不合格 记住 所有后果 失工单位买单 因为你的活干的不行 什么都不要说了 责任就是你啊 你活不行 如果最终检查结果 质量合格 所有后果 业主房买单 因为他主要你正常施工 你想 你建立第一遍检查过了 你现在又来第二遍检查 又过了 那责任就在你嘛 你阻碍我正常施工 所以 发报人业主房买单 业主房不仅给你赔损失 而且还需要给你赔利润 为什么要赔利润 因为这是业主房的行为责任 他不意的 他说必须给你赔利润 好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 责任方承担风险 谁的责任谁没打 好 第二个 承包人私自覆盖 你没有通知我 监理 你私自把隐蔽工程覆盖掉 我现在监理要求对隐蔽工程要重新检查 最终结果谁买单 一定是施工方 不管检查结果 因为责任占利润工方 你没有通知我 隐蔽工程验手 你就私自覆盖了 原则也是一个责任方承担风险 一个道理 我相信这个知识定 你应该非常好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给各位讲三个日期 这三个日期啊 难度有点大 难度有点大啊 好 我们开始 首先第一个叫实际竣工日期 第二个叫保修期 第三个叫缺陷责任期 实际竣工日期到底定在哪一天呢 有四种情况 前三种情况是 第一种 如果竣工验收合格 第二种 如果业主方人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超过40爱庭卫业收 第三个 如果完成竣工验收 我就不签发工程结束证书 这三种情况 我们把实际竣工日期都是定在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值 如果是业主方未经竣工验收 我给提 而私工放于6月1号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申请竣工验收 业主放于7月15号组织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结果当场不合格 要求回去增改 增改完毕后 于8月1号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8月20号组织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结果 第二次合格 请问各位 实际竣工日期应该是哪天 我相信很多选都会填8月1号 错 应该填6月1号 因为你自己考虑 你6月1号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7月15号才组织竣工验收 中间间隔时间早就超过42天 早就超过42天 所以这个时候第二次竣工验收根本不用组织 组织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竣工任期就应该定在6月1号 而不应该定在8月1号 因为你前边符合 超过42天未验收 好 这是实际竣工日期 第二个我们给各位讲保修期应该从哪天开始做呢 应该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始算 哪天竣工验收合格 哪天开始计算保修期 它的保修期限不能够给法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业主方未经竣工验收 擅自使用的保修期 从转移占有工程之日开始算 也就是哪天用哪天开始计算保修期 没问题 它的起算时间是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我举个例子 司封方于6月1号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业主方于6月15号组织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结果当场一次合格 实际竣工日期应该是6月1号 保修期期计算应该是6月15号 因为保修期它的起算时间并不是竣工日期 那天开始算 是通过竣工验收之日合格之日开始算 第三个缺陷着任期 这个点比较麻烦 缺陷着任期从哪天开始算 首先我告诉各位 教材上的前后说法是不一致的 司法文本上的前后说法是不一致的 各位你可以把教材翻开 根据司法文本15.2.1条 它说从通过竣工验收之日开始算 这句话应该在各位教材273页 273页最上边算过话 缺陷着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开始算 结果根据他释放文本 名字解释1.1.4.4条 它说从实际竣工日期开始算 这句话我们教材上也有说明 在哪个地方 在各位教材267页最上边 算过话4 缺陷着任期内端化的第二方 从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开始算 各位你知道 实际竣工日期并不是通过竣工验收之日 因为这两个日期他们说法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缺陷着任期到底从哪天开始算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因为教材前后说法就不一致 前后说法就不一致 所以这里我可以给各位一个建议 缺陷着任期从哪天开始算 这个答案你不要轻易去想 文件就说的不一样 但是从后边开始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最长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也就是最长它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句 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验收 而且经过验收合格并且投入使用的 该单位工程的缺陷着任期也应该相应的提前 这个没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特别大 100万平方以上 你说要求全部竣工验收合格 我们算缺陷着任期 那我提前干完的我一直等了 不是 这个单位工程提前验收的 验收合格的 它的缺陷着任期也应该相应提前 好 第三句跟第四句 他是说 无法按照约定竣工验收 缺陷着任期应该从哪天开始算 看原因 无法竣工验收的 责任在施工单位 那么责任就应该由施工单位当 缺陷着任期起算是 哪天实际通过竣工验收 哪天开始算 一直通不过 一直不算 如果无法竣工验收的原因是 业主方是发包人 责任在业主方 那就应该要补偿理事工方 缺陷着任期的计算设置 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90天要自动算 不能再托 必须算 第五个 业主方未经竣工验收 擅自使用 哪天用 哪天开始计算缺陷收任期 最后一个 缺陷着任期 司工方还要承担保修义务 为什么 因为你的保修期 比缺陷着任期要长 举个例子 防水防生乐 我们保修至少要保五年 但是我们缺陷着任期 最长最长只有两年 两年缺陷着任期 还有三年保修期 所以你还得履行保修义务 好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讲缺陷着任期 三个知识点 我们给各位讲完了 一个叫实际竣工日期 一个叫保修期 一个叫缺陷着任期 好 你把它的知识点 把它再捋一捋 把施工承包合同 最后一个点 三个日期 给各位讲完了 第一个叫实际竣工日期 第二个叫保修期 第三个叫缺陷着任期 这里边相对比较难的 那就是缺陷着任期 按照例年考试 这三个日期 一般要考到两分 也至少要考到两个单选题 但是考一个题 是绝对保证 我们来做两个题 第一个题 某工程承包人 于18年6月15号 向监理人递交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7月10号 竣工验收合格 7月18号 签发工程验收证书 根据建售工程 施工喉咙诺法文本 该工程实际竣工日期 和保修期期算日 分别是两点 那我们来看 实际竣工日期 如果是竣工验收合格 那就是提交竣工验收 申请报告之日 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6月15号 所以它作为实际竣工日期 第二个 我们给各位讲保修期 保修期应该是 通过竣工验收之日 也就是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合格应该是7月10号合格 所以保修期期算 应该从7月10号开始 这是第一个题 答案做出来 应该选A选项 好 第二个题 关于资工承包合同中 缺陷责任 与保修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缺陷责任期 自实际竣工日期开始算 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从哪天开始计算缺陷责任期 这个点我在今天上午给各位强调过 它是不确定的 因为 释放文本 前后说法不一致 我们不能去此判断它是对还是错 但是后半句 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那就一定错 因为缺陷责任期最长最长是不得超过24个月 B 缺陷责任期满 承包人仍需承担保修义务 对不对 当然对 为什么 有你的保修期限比缺陷责任期要长 缺陷责任期满 保修期未满 必须继续承担保修义务 C 因业主方原因导致无法进行竣工验收 也就是不组织竣工验收责任在业主方 缺陷责任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始算 我问各位 凭什么 责任在业主方的缺陷责任期应该要补偿施工方 是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90天要自动算 不能是验收合格6天才开始算 第 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上自使用 缺陷责任期自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开始算 没有经过竣工验收上自使用的 不是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 而是转移占有工程之日 也就是哪天用哪天开始计算缺陷责任期 所以这个题答案就出来 应该选第二个B选项